聪慧之人只看三秒就能分开这对奇形怪状的两颗钉子,而那些脑筋不开窍的人,就算给他玩个三年五载的,也未必能够彻底分开他们。 传闻这是清华大学对学生出的一道最经典的脑力侧试题,几乎在大多数人拿到手时,往往会本能地在两颗钉子之间的缝隙之处肆意地拉扯。 但即便是使用的九牛二虎之力,也是没有方法将它们彻底分开。 仔细打量这两颗钉子的结构,你会发现钉子之间的宽度设计得恰到好处,钉子之间的间隙比钉子的直径就是小那么一点点,这就用蛮力抽拉肯定是不行的。 这就非常考验孩子有没有在家做逆向思维训练,聪明一点的孩子。 他会将左手的钉子放平,让右手的钉子倾斜倒下,往前移动,紧接着把右手的钉子逆时针旋转二百度,从间隙之处绕过来。 你是不是以为这就分开了,仔细观察,钉子还是被卡在里面了,根本就出不来,那要怎么办了? 肯定还是有方法让它们分开的。 此时,我们再让右手的钉子倾斜倒下来,再次围绕左手钉子逆时针转动二百度,绕出来以后。 这次你以为就分开了,却不曾想,钉子还是被间隙卡住了,同样也是出不去,那要怎么办啊? 看到这里了,你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分开了? 此时只需再次把右手的钉子再次翻转过来,直到两个钉子间间会合,这样就成功分开了。 如今的许多孩子放学回家就抱着手机不撒手,导致学习成绩一落千丈。 一对智慧父母给家里孩子玩了三个月的智力解锁解构玩具。 孩子思维能力与认知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。 这款智力解构二十四件套,不但能够让他们放下手机,还能够让他们在玩的过程中获得满满的成就感。 从而激发他们探索思考的兴趣和好奇心,让他们的思维越玩越灵活。 选对玩具,孩子受益终身。